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剩下洗澡然后睡觉 没有陪伴到他 那生了二宝之后才发现说 我不能就是不可以时间再这么长 再上班上面了 对 然后就想说好 那我自己创业好了 就是时间比较自由 一方面可以陪伴到他们 是 那我相信成一个品牌一路上都非常的不容易 有没有那些比较困难或是挫折的地方呢 像因为我比较姓风水啊 还有说神明这些 所以那时候在找工作室的时候 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像是每天这样子跑出去找 那加上说可能小孩睡了 那我就是看网路上的社团 然后跟591 对 就是一直找一直找 到后面就才找到 是 不过我们过去呢 虽然也是在每夜宿做一个从业人员 但是我们跳脱在成立机的品牌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得要去多做一些曝光 或是行销上面 那你有遇到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呢 嗯 比较辛苦的地方像是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早点的地方 因为像如果说技术的部分 因为之前有在医美做 所以创业创美业其实就还OK 那主要是早点的地方 就是比较麻烦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是 花了很多心思 希望说我们这间店面可以住点住得好 那带我们生意也可以非常的兴容 对 是 那我们品牌有什么样的核心理念呢 嗯 我们主要是以爱为出发点 那可以传承下去 像是说可能我以后可能老了 但不要做了 我可以传承给我的小孩 那我小孩就可以接我这份试验 是 那目前有提供的一个商品服饭售 什么比较特色的地方呢 嗯 像我们有一个明星商品 它是微整形 那微整形它主要是可能客人插半边脸 它就会立即由白贝拉提上去 就是脸可以歪掉三分钟变脸束 这样 是 所以透过擦一组保养品 当然我们就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皮肤状况了 对 是 那我们这会儿呢 有没有一些成就来源 是支持我们David想要走下去的动力呢 像客人 他刚开始可能只是来体验一次课程而已 那 呃 结束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但是隔天他就会主动 试讯你说 哎 我要一组保养品 那怎么卖 然后可以帮我寄吗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可能每个月的报表出来 就会发现说 哎 客人他其实自己有上去下单 对 就是客人对产品的一个信任 蛮开心的 是 那你希望通过这样的服务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感受给这些客人呢 呃 主要是让他们皮肤变好 然后像可以不用再吃 呃 皮肤 皮肤科开的药 还有擦皮肤科开的药膏 对 是 可以用比较自然的方式 把我们肌肤可以去保养好的 对 那真的未来部分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 短期的部分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更多的商品 就是更大 大家更认识我们 然后 帮助每一位客人就是皮肤改善 他最在意的皮肤 在长期的部分就是帮助想创业的 还有想 本来从传统美业想转行 跑到 到我们新美业时代的 帮助他们 开 开更多家 就是店 然后让他们可以更省力 是 那我们这个传统美业跟这个新美业差别是在哪边呢 传统美业它比较需要找人才 那像我们现在的新美业时代 它可以省掉一些可能找人才的时间 还有人才流失 那再来就是 还要一直去进修的一个课程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一张QR Code就可以扫全世界 国外的客人也可以购买 甚至是想到国外创业也可以 是 那我们说如果未来有一个年轻创业者太小投身在这块领域的话 那我们David有什么建议话想给他呢 我会建议他可以走最省力的事 那像可复制的一个成功力 像可能 可能学我们这一个道路 像可能我们上课啊 免费 那你就不用再花更多时间 那每个月都有课程 再来像可能我们的技术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产品够厉害 你技术都不是问题 对 产品走在我们前面 是 等于说我们要踏入这个美业的市场的话呢 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考量到现在一个市场变化 就可以用跟随新的一个商业模式 去进修相关的课程 那当然选择产品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产品对了 当然我们出的力量就不会需要这么的大 那产品会说话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好的 那我就谢谢我们的妮卡 妮卡美学士品牌负责人 刘慧轩 David来到我们的转访 谢谢 谢谢